中国人口的拥挤和住房面积的紧张 不得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很多工程师设想了在大海中建造人工岛屿 这不仅缓解了人口压力 还加深了对神秘大海的探索 嗨科普了 闪电哥今天带来 中国工程师是如何建造人工岛屿的 人工岛由扩大现存的小岛 岸礁或者合并数个自然小岛建造而成 早期人类建造的人工岛是福岛结构 直接搭建在水上 或者以木质 巨石等材料在潜水建造 而现在社会的人工岛大多由填海造陆的方式建成 就比如在建造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时 为了方便大型的船舶通航 曾修建了一段海底隧道 而在它的出入口就有两座人工岛屿 当时建造它们的流程主要有四步 第一步是人工维艳 也就是用土石围成海底形成岛的轮廓 这是整个系统工程的基础环节 直接影响到后续陆域形成和软机加固 一般的方法是先用挖泥船挖出海底淤泥 然后填入沙石之后通过重力的挤压稳固地基 接着用石块或沙袋堆成海底 但这种方式非常耗时 于是中国的工程师们在建造港珠澳大桥的人工岛屿时 采用的则是更高效的钢圆筒维艳 它们利用起重船振幅7号吊起吧台震动锤组 先将直径22米高40多米 重500多吨的钢管筒插入软土层 等它们下降至海底坚固的不透水层后 再往圆筒内注入沙子 除此之外 还要在圆筒间插入弧形钢板 并用沙子填补空气 之后再将内部的海水抽干 这样就形成了岛的基本轮廓 第二步是岛深填柱 往维燕内部填入沙子 港珠澳大桥距离陆地比较近 所以它填充所用的沙子 是通过船只从陆地运出来的 如果是在南海这样的原海海域建造人工岛 一般是用较溪式挖泥船就地取材 这种船利用转动着的角刀 搅松河底或海底的土壤 与水泥混合形成泥浆 通过吸管吸入泵体 并经过排泥管送至排泥区 角溪式挖泥船施工时 挖泥 疏泥和泄泥都是一体化 生产效率非常高 第三步就是地基处理 目前的几种基本方式主要有 换填法 夯石法 夹载排水固解法和复合地基法 其中的夹载排水固解法是在土壤中 设置竖向及镜向排水通道 上部采用堆载或真空预压等方式夹载 在上部喝载的作用下 使饱和软土地基中的空气水逐渐排出 从而加快地基的沉降与固解 以提高承载力 而港珠澳大桥的西人工岛 就是采用了这一方法 这也是中国的工程师们 对比了所有的地基处理方式 则有选出最适合南海领域的办法 第四步是修建护岸 它通常有两种方式 斜坡式和直墙式 斜坡式护岸采用人工沙坡 并用块石 混凝土块 或人工异形块底护坡 港珠澳大桥的人工岛在建造时 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先抛入碎石堆成斜坡 然后放入有工字块形成的护岸 而直墙式护岸则采用钢板桩 或钢筋混泥土板桩墙 上面所讲的就是中国人工岛屿的建造方法 同时它也是世界一流的工程构建方式 这也让最初西方的一些媒体 在评论中国建造人工岛屿能力不足方面 狠狠地被打猎 并且中国力量不仅建成了人工岛屿 还在之后搭建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 因此中国力量未来可期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